原标题 揭秘抗日战争中我军的秘密武器 大型流筒改造成这玩意效果 很好在抗日战争时期 我军武器装备虽然明显落后于日军 但是我们仍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武器 这些个秘密武器曾在抗战中 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李文斯抛射炮得名于它的发明者 最早是在一战期间 由英国的李文斯尚未研制出来 从1916年到30年代中期 各国列强主要的化学战武器之一 就是这种抛射炮 这种武器是由大型流筒 或者粗大的通气管焊接改造而成 充当弹丸的 是装满易燃油料的三加轮油桶 使用时 抛射炮能够将弹丸投射到 180多米软的地方 落地爆炸后 内装油料 可以被撒布在相当大的一块面积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